《红尾角》 《红尾角》 针是在倒刺的 所以你戳进去再拔出来 羊毛就会再粘在一起 我的作品看起来非常轻轻 非常红色 但是它们却是诞生于 这样反复用针戳的过程 所以这是隐藏在那些 可爱外表下面的包里 我叫王伟爵 我在美国学习纯艺术 学习了六年 去年六月份回到南京 在一个创意园区里 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在毕业展之前 我参加了一个艺术 fair 就是一个hotel里面 每个艺术家有一个空间 然后我就把我的房间 变成了paint boobs 当时有很多 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进来 但是也有人进来就哭了 要么是在哺乳期的妈妈 她们会觉得 她们能感受到那个痛苦 在高中恋爱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不自信 因为这个男生 他一直会跟我说 抱别的女生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她们的胸部 但是抱着你 怎么觉得A面跟B面一样呢 学习上我已经觉得很自卑 我男朋友又对我的外表 经常提出不满意 我就会开始在想 要不要我去抽个纸 或者是开个双眼皮 起码看起来漂亮一点 高二开始 我每天都在给自己贴双眼皮贴 强力的双面角 把眼皮都粘上去 大学的时候 我的眼皮开始往下挂 所以我就做了双眼皮手术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这种 就是质疑整容的作品了 就是当我终于能想明白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我需要它了 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 我就能闻到 电刀烧焦我皮肤的味道 当它缝线的时候 我又感觉我变成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娃娃 然后你感受着那个针 在穿过你的身体 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觉得我要用针做点什么 你在整容的时候 你感受暴力 结果是好的 在你对这个毛毡球施暴的时候 结果也是好的 所以这个暴力 到底是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粉色也是一个 比较女性的颜色 我觉得所有人的gender 都是被定义出来的 就像小女孩刚出生的时候 妈妈会给她们准备粉红色的玩具 然后我就希望用这样的stereotype 去展现另外一个stereotype 和其中的暴露 我觉得回来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国内更有多样性 每一秒都有新的事情 然后这个事件可以引发 各种各样的思考 《红黄蓝》那个事件 刚好是我当时打碎了个娃娃 然后我觉得打碎了 我就不要扔掉啊 做点什么呗 画这个的时候 完全没有在想我要画什么 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自画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 然后随着你的阅历 跟读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现在不大会因为这些有的没的的事 让自己不开心 加那个红色 细节吃 起床 减离 这样斤 减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